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魏老师给大家讲故事 抱歉 很久没有给大家讲了 应该有一个多月 也有网友给我私信说 魏老师 你最近怎么不讲呢 给大家汇报一下 最近一个多月 因为进入了冬天 我在深圳 因为我本来就是演员 在冬天的时候 深圳的这种剧组特别的多 我最近两个月大概拍了有15个戏 15个戏是什么概念呢 就是有的是电影 有的是连续剧 我有15个电影或者电视剧 我有参演 为什么说到了冬天 深圳的这种影视剧会比较多呢 很明显 因为深圳比较暖 那么你想在北京 北京的话可能冬天的时候零下十几度 尤其在室外 几乎就没法拍 因为太冷了 一整天的这个拍摄时间又短 而且演员会非常辛苦 所以这个时候 尤其到冬天 北京的剧组就愿意搬到深圳来拍 这是第一 深圳的拍摄环境比较好 第二 有些戏 比如它拍的是一个秋天的一个季节 或者说夏天的季节 那么哪怕在现在 深圳的路面上还有人穿短袖 或者穿的比较清凉的 对 那么如果现在在北京拍夏天的戏 那是不现实的 你走在路上全都是穿清衣色 穿防航服的 那么你在深圳的路面上还可以看到那种穿秋冬服装的 秋天服装的 或者说哪怕你让顾一些演员群演来穿这种夏天的衣服 群演穿上去也比较逼真 因为到处都是绿色嘛 而且群演也不会冷得哆哆嗦嗦 穿个党秀也不会说非常冷 那么在北京呢 这是办不到的 所以说这段时间深圳的这种电影电视剧就特别多 好 言归正传 今天呢 就是终于有空了 来给大家还是讲一下 我们网友所喜欢的历史故事 今天接着要讲的是 国民党在内战中失败的原因 其实呢 关注我的网友呢 应该已经看过了 我讲过国民党在内战中失败的原因呢 讲过好几期 为什么 但是每一期的着重点不一样 为什么说国民党在优势兵力的情况下 在内战中短短三点时间轰然倒塌 催哭拉朽式的失败 那么我的观点从来都是 国民党的失败不是一朝一夕 也不是某一个原因而造成的 它是一个综合的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 就好像有句俗话 南美洲的一个蝴蝶煽动翅膀 到了亚洲可能就引起了一场风暴 就是说国民党的失败 它有哪怕是可能十个或者更多的综合因素 造成了它的失败 那么今天呢 我想给大家讲 之前没讲过的另外几个因素 首先来说的话 当然是它军事方面的失败 军事的这个呢 放在后边讲 这个其实呢 大家都听的最多的是军事的失败 但是军事的失败的起因是什么造成的 今天是要讲的 那么首先来讲的是 它的一个金融政策的失败 这个可能大家很少听过 就是呢 咱们就单刀直入 在国统区 国民党的控制的地盘呢 用的是什么 大家学过历史的应该知道 用的是叫法币 那么等小日本占领了国统区以后 比如说南京 后来被小日本占了 那么由汪精卫集团成立的这个 伪国民政府来统治南京 其实呢 汪精卫政府的后台就是小日本 那么当时的政策 货币政策是什么 当时的南京市民 在国民党统治时期 用的是法币 比如说一块钱的法币 那么等小日本占领南京之后 由汪精卫的政府出面 来管理南京的时候呢 那么这时候小日本 强迫南京市民 要怎么 把法币以2比1的价格 来换成了小日本的这个金元券 这是什么概念 就是说原来你有2块钱的法币 假设 那么现在 那么小日本管理南京之后呢 你这个金元法币 是不是货币了 不承认你这个货币的地位 你要用钱怎么样 你得用法币2块钱 去换成1块钱的 小日本的金元券 那么在南京只能流通金元券 那么这个时候呢 其实说白了 就是小日本控制下的南京 他们变相剥夺了南京市民的 一半的财产 你原来有20块钱 20块法币 那么小日本会给你换成 10块钱的金元券 说明你的什么 财富缩水了一半 那么这个时候呢 当然南京市民 除了饱受小日本的 这种杀戮摧残之外 剩余的除了南京以外的 所有小日本占领的地区的人民 他的财产都被小日本剥夺了一半 剥夺一半之后 那么这个龙县区的人民呢 肯定对小日本是恨之入骨 你想 你原来有10万块钱 又被人抢走了5万 你会不会恨他 这个人 对 但是 但是什么呢 等国民党政府反攻回来 就是打垮小日本之后 国民党政府 蒋介石集团 重新占领了这些龙县区之后 蒋介石集团做出的这个金融政策 是让老百姓寒心的 为什么 那么蒋介石集团回来之后 他重新要求 龙县区的人民 因为这个时候龙县区的人民呢 使用的全都是小日本的金元券 蒋介石集团要求的是什么 以200块钱的金元券 重新再兑换1块钱的发币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 就小日本在占领龙县区8年 这8年期间呢 龙县区的人民呢 全部使用的是金元券 比如说啊 已经有了200块钱了 结果国民党回来之后 强制要求你把这200块钱 换1块钱的发币 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你的财产 又被国民党 就是南京国民政府 就是蒋介石集团 剥夺了200倍 你原来有200块钱 那么南京国民政府 蒋介石回来之后 把你剥削的只剩下一块钱 那这个时候呢 那可想而知 那么国统区的人民 就是以前龙县区的人民 觉得蒋介石还不如不要回来 你不要回来 我起码还有200块钱 等你回来 我只剩下一块钱 那么这个时候的人民 对于蒋介石集团的 就成了什么 痛恨与敌视 这个人民都觉得 那还是不是还不如 让小日本统治好一点 会有这种思潮出现 非常的可怕 这个呢 是在书本里面 大家所难看到的一些知识点 这是第一 就是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 这个金融政策的失败 让底层的民众 普通老百姓 他失去了普通老百姓的支持 那么其次 蒋介石集团呢 其实还是失去了军队的支持 为什么这么说 就说当然这失去军类的支持呢 有好几个原因 好几个方面 咱们分开讲 第一 就是经过艰苦的14年抗战之后 那么其实呢 蒋介石的正规军的这个军事实力 损失了四分之三 为什么这么说 比如说松户会战 蒋介石的嫡系部队 几乎全部投进去 70万 最终剩下多少人 可能最终剩下20万 就是蒋介石的一线精锐部队 损失殆尽 后来呢 虽然抗战胜利 但是呢 胜的叫做惨胜 就是说伤敌一千 自耸八百 蒋介石的精锐部队 就是那种能打仗 有作战经验的老兵 伤亡殆尽 那么剩下的 虽然说号称还有400万的部队 大多数是新兵弹子 有些新兵是连枪都扛不稳的 枪都端不稳的 那么在这个时候 那么国民党的军事实力 其实呢 同样400万人 跟抗战前的400万人 这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但是经过这个抗战之后呢 我党的这个部队 是经过这个磨练 是发展起来的 其实这个时候说的是 400万对100万 其实呢 400万 国民党是虚胖 人数多 战斗力不行 武器好 但是武器有美国给装备 但是他的人员的作战素质比较差 这是第一 第二呢 就是经过抗战 国民党的这些士兵呢 因为大的这种会战啊 主战场 基本上都是国民党的正规军在打 尤其是大城市 那么经过这些苦战之后 惨剩小日本之后 国民党的从上到下 其实呢 尤其是基层士兵 上网惨重 他是不愿意继续再打内战的 那么当兵的都认为 现在咱们打垮了小日本 真的是应该好好修养一下 迎接幸福生活 那么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国民党共产党 说白了都是中国人 咱们应该是和平共处 好好享受这个战后的和平生活 这是国民党政府部队内的 一个基层士兵的一个心理状态 那么这个时候 国民党的上层 尤其蒋介石集团 他想打内战 他呢 第一高估了自己的一个军事实力 第二 他低估了手下士兵的这种反战的情绪 那么这个时候 那么对比就非常明显 一边虚胖的部队 而且呢 是不愿意作战的心态 那么你想在这个作战中 他能胜利吗 第二 同样讲的就是这个军事 军事打的 今天要讲的不是打仗 而是 国民党内部的 我党的地下人员 因为咱们其实呢 这个听过很多 在国民党内 很多的高层 比如说 吴时 次长 国防部的一个次长 那么像这种高级的将领 都其实呢 是我党的地下党员 那么所以说呢 蒋介石的一道命令 下面的军长师长不知道的情况下呢 一开完会 我党 毛主席首席 主席 咱们的作战 我党的一个智囊团 或者我党的高层 首先知道了蒋介石的一个作战意图 就是国民党的高层 有很多是我们的人 包括国民党系统内的 由上而下 很多我党的这个红色特工 那么为什么会有 而反而在我党内部 国民党的特工少之又少呢 这是历史原因造成的 这个呢 就不展开讲 简单的讲一下 就是当时呢 在松中山是国民党领导人的时候呢 松中山实行的是联俄联共 辅助农工的政策 当时呢 由松中山主导下 由苏联的支持下 成立了什么呢 黄埔军校 那么成立黄埔军校 当时的政策是联俄联共 连共那共产党是怎么样子 跟国民党联合的呢 就是啊 松中山允许 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 加入国民党 但是 那么共产党员以个人的身份 加入国民党 那么共产党员并没有向国民党 公开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 就是在当时黄埔军校时期呢 有大量的年轻人加入了国民党 但是国民党并不知道 他是没有党派的人士呢 还是已经是共产党了 又加入国民党 所以由在这个时期呢 很多我党的人士 就从黄埔军校的时候 就进入了国民党的一个基层队伍 大家知道 经过十年的这个磨练 跟八年的抗战之后 黄埔军校的这些成长起来的这些军官 成为国民党的中流砥柱 成为国民党的一个主要的核心领导层 那么这个时候呢 很多原来没有公开自己 共产党身份的学生兵 加入国民党之后呢 他其实一直还是我党的秘密党员 一直是为我党服务的 所以说为什么在国民党的高层 有这么多的我党的人士 反观 那么在我党 当时国共合作的时候 就没有这一条规定 说是国民党员可以以个人身份加入共产党 所以这样子一来的话 我党内部很少有这种国民党的这种特工 那么相对比而言呢 国民党的一个战略意图 一个排兵布阵 一个行军路线 我党是随时掌握的 那么我党的一个作战意图呢 国民党是不知道的 所以说呢 相当于我们了解他 他不了解我们 这样子在作战过程中呢 很明显 胜算的一边呢 就倾倒在我党这一边 所以说呢 今天讲了 其实讲了三条 国民党在内战中失败的原因 其实呢 他失败的原因仅此而已吗 no 非常多 如果你要把它讲得细 起码我总结的就有15条以上 只有综合这15种失败的原因 才能为国民党在大陆失败 给描绘出一个大家都能信服的 完整的一个轮廓 好 今天呢 咱们就 讲到这里